我们常在看理财书啊 会发现理财书上总会写着停损点 那理财上需要设停损点 避免自己亏损持续放大 那人生是否要设停损点呢 我觉得也很需要 那人生在什么时候需要设停损点 我觉得有三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是职业 职业发展不上不下 或者遇到了职业的一个倦怠状态 那么这时候可能要评估一下 第二个状态是自己的梦想 卡关时 包括你投资你的创业 这时候要评估是否要继续坚持下去 第三个是关系上的拉扯 尤其是不对的关系 这时候也需要设停损点 所以因此当我们要设下停损点之后 我们该如何在这个停损点上面挽救自己呢 好那我会警戒针对这三个部分 试着为大家想办法 第一个是针对时间的停损 好那时间停损就是鼓励你 每个月 每一周 每一天试着反思反省 做对什么 做错什么 就同写下感恩日记 感恩周记 都是一种 透过书写 针对你做对的事情 表达感恩 表达感谢 针对做错事情 赶快拉回正确方向 才不会使自己越走越偏 越走越远 那第二个呢 则是关系上的停损 遇到不对的人 紧接很多事情都会不对 因为它会让很多 你原本该做正确的事情 被拉扯 被搞砸 情绪都备受影响 所以关系需要调整 需要设下界限 甚至有些人 真的要保持距离为家 那第三种呢 则是资源上的停损 当你自己在创业历程当中 不断烧着资金 看着现金流 快要见底 这时候你就要评估 是否要坚持 要嘛去借钱 来补后面的洞 因为你相信 后面能够有机会 起始回生 第二个 去借资源 看看有没有投资人 愿意参与在当中 支持你继续走下去 然后当然第三种停损 就是真的需要停下 重新累积 重新审视 我所做这件事情 是否真的要坚持 还是要暂停一下 等待我能量足够 再次来过 不要让自己 因着负债而后 难以翻身 这都在投资 或者是创业时 需要给自己的 设下停损标准 谁像我创办阅读人 我也跟我老婆 约法三章过 就是当阅读人资金上没有 我就要去上班工作 所以这也是一种停损 任何组织 都会有财务上停损 那个人人生 其实也需要 不要以为坚持到底 就能够看见光明 有时候更可能是 一败涂地 那我们一起学习这些 停损的人生智慧吧 这